各位好,今天与大家分享德美报道的关于中国的两则科技新闻 第一条是中国一家民营企业成功试验了可回收导弹的新闻 德美的关注度不算高,但比前几天的神舟十六与神舟十七关注度更高 神舟十七的发射几乎没有报道 现在我们来看看时代报的这条新闻 商业航天,中国新型火箭成功发射并着陆 美国公司正在努力进步降低航天成本 但中国研究人员现在也成功实现了火箭发射后的再次着陆 中国航天公司星际荣耀成功试飞了一枚可重复使用的火箭 据该公司称,试飞于本周四在位于戈壁滩的九泉航天中心进行 据说,双曲线二运载火箭在飞行过程中达到了178米的高度 并在大约一分钟后可控着陆 开发可重复使用火箭系统的目的是降低高昂的航天成本 总部设在北京的星际荣耀公司将本次进行的试验 描述为中国商业航天的重大突破 该公司在2019年就引起过轰动 星际荣耀是中国第一家成功将运载火箭送入轨道的商业航天公司 中国国家还在军方的控制下推进航天计划 其雄心勃勃的计划不仅包括探月飞行 还包括火星任务 好,朋友们 也有其他几家德国媒体报道了此事 描述大同小异 在这里就不重复了 只有德国时代报有几条读者评论 其他的媒体均没有任何读者评论 所以说关注度不高 我们来看看仅有的几条评论吧 第一条评论 中国测试创新型火箭 德国测试创新型德语词汇都不错的 下一条评论 在德国 首先必须弄清是否测试阳性、阴性和其他性别的导弹 下一条评论 中国人比欧洲人更胜一筹 朋友们我们可以看到他这里打出了一个不高兴的表情包 说明这个人很不愿意看到中国领先欧洲 下一条评论 德国每年继续向中国提供数百万欧元的发展援助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中国还在继续向全世界免费邮寄垃圾货 下一条评论 自2010年以来 就停止了对中国的传统的发展援助 这笔款项主要包括用于减少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援助贷款 昨天 一条新闻在德国炸开了锅 德国又一家机器人公司倒闭 而被具有中国背景的总部之一位于德国慕尼黑的斯林机器人收购 该公司另一种部设在北京 本来德国人对中国公司美迪当年收购库卡机器人公司就一直耿耿于怀 现在出现第二宗收购案 更让德国人心里非常难受 德国多家媒体在显著版面报道了位于巴法利亚州的机器人公司 弗兰卡艾米卡陷入财务危机而不得不申请破产 从而被出售的地步 结果嗅觉灵敏的高科技公司斯林机器人 以2850万欧元成功收购 德国经济部表示不会阻止此收购案 这家叫弗兰卡艾米卡的机器人公司 是由原属于德国航空航天中心DLR的萨米和西蒙哈达丁兄弟于2016年创立 他们开发了一款具有人类触觉的机器人 并将它嵌入一个基于人工智能的平台 这家位于巴法利亚首府慕尼黑的公司拥有800项专利 曾在2017年荣获联邦总统颁发的德国蔚来讲 萨米哈达丁教授是公司的招牌和精神教父 他年轻时在汉挪威大学控制工程研究所任教 2018年被著名的慕尼黑工业大学 并请为新成立的机器人与机器智能研究所所长 然而哈达丁兄弟并未能成功地将产品商业化 弗兰卡艾米卡机器人始终销量不佳 生意逐渐恶化 紧接着又惹上官司 被员工投诉延长劳动时间 以及疫情时间涉嫌补贴欺诈1510万欧元 另外还有两家德国公司也参与收购竞争 但最后出售给了具有中国背景的私领机器人公司 为此德国经购公司肖乐兄弟亲自给德国外交部写信 并警告说机器人公司弗兰卡艾米卡公司的技术 或将被中国用于军事目的 普华仰道的律师们也呼吁联邦经济部出手阻止出售 他们担心德国的关键技术依赖中国 并会危及德国的经济安全 好朋友们 在此我得补充一句 长期以来 中国做的事情都被西方媒体恶意解读 比如中国收购德国公司 被解读为中国不坏好意的窃取及掠夺德国技术的手段 是中国谋求全球霸权野心的一个不凑 但他们没有看到 所有的收购及参股都是基于双方自愿法则 如果德国政府或德国人不愿意让中国收购 那你德国人自己出钱 让破产的德国公司继续活下去呀 好朋友们 交代了大概背景之后 我们来看看该德语报道 尽管在给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的 善情信中对中国发出警告 但慕尼黑的机器人公司 还是做出了决定 总部位于慕尼黑的机器人公司 弗兰卡艾米卡 将被有巴法利亚中国背景的竞争者 斯林机器人公司收购 该公司支付了2850万欧元的收购价 11月2日下午 2056分更新 临时破产管理人霍夫曼 已将收购合同 给了来自慕尼黑的科技公司 斯林机器人 据德国商报报道 熟悉这一过程的人士 透露了这一消息 据说收购价格为2850万欧元 11月2日上午9时10分的初步消息 德国间断技术将流失到中国 总部位于慕尼黑的 弗兰卡艾米卡公司 显然已经破产 这家慕尼黑机器人公司的 临时破产程序即将结束 今天11月2日上午9时 将决定由谁接管该公司 据说有许多人对该公司感兴趣 其中包括一家巴法利亚 中国合资的竞争对手 德国间断技术即将流失到中国 慕尼黑科技公司很可能破产了 有三家公司对弗兰卡艾米卡有浓厚兴趣 投资公司肖乐 还有位于麦琴根的 Noira Robotics机器人和位于慕尼黑的 斯林机器人公司 德国商报对此进行了报道 现在肖乐公司很可能攻击了 斯林机器人公司 据明镜周刊首次报道 企业家肖乐两兄弟向联邦经济部求助 要求阻止将弗兰卡艾米卡 出售给斯林公司 据说绿党籍的经济部长 罗伯特·哈贝克 在10月底收到了一封 肖乐兄弟记得信 明镜周刊看到了这封信 信中发出警告 弗兰卡艾米卡公司已经破产 可能会连同其独有的专业技术 一起落入中国人之手 致信哈贝克 德国企业家对收购提出警告 明镜周刊援引肖乐兄弟 在信中的话说 我们必须假定 斯林事实上是一家 由中国公司和机构控股的公司 这使得事实上 将这一独特的高科技 出售给中国成为可能 经济部在被问及此事时 不愿正式发表评论 但显然对抢夺 弗兰卡机器人公司的行为 感到震惊 据明镜周刊报道 在收到这封煽动性信件后 不久 哈贝克的员工就与破产管理人 取得了联系 并解释说 如果出售给斯林公司 将对此事进行调查 好 朋友们 我们来看看读者评论吧 第一条评论 我们直接看更贴 我们正在甩卖我们的专有技术 但这似乎是故意的 没有其他解释 我想知道 如果汽车工业和化学工业完全崩溃 我们靠什么生活 下一条评论 你说的似乎是故意的是什么意思 这简直是胡说八道 别人可以收购公司 如果找不到德国投资者 这家公司就会被卖给外国公司 库卡公司也是如此 国家通常不会收购 资不抵债的公司 下一条评论 我们的专有技术 只能换来中国高科技公司 疲惫的微笑 这就是现实 下一条评论 如果他们的专有技术如此重要 为什么他们的合作伙伴TQ 不收购公司剩下的部分呢 不知为何 这似乎并不是故事的全部 下一条评论 有人跟不上时代了 中国早就不再依赖 欧洲的独一无二的专长 欢迎回到现实 很抱歉 下一条评论 嗯 并不是毫无害处 我们拥有的本来就不多了 而且 还让任何竞争对手来收购 这样很不好 当然 中国有电动汽车和电池技术 哦等等 真的需要这个吗 而我们有超强的柴油级技术 一切竟在掌控中 下一条评论 其实任何人都可以出售 他们想出售的任何东西 政治的唯一任务就是创造框架条件 使任何人都不想或不需要出售这些东西 德国完全有理由 让德国成为一个对所有东西都特别有吸引力的产业基地 看来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真正任务 下一位 中国现在拥有产业基地优势 在德国 政客们认为他们必须什么都管 太阳能电池生产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说明不值得在德国生产 下一条评论 不幸的是 不要对经济部长哈贝克有任何指望了 唯一的办法就是坚持到2025年 运气好的话 甚至可以更早 下一位 但肯定会有很多动作 中国参股汉堡港就是个例子 下一条评论 但这不是经济部长哈贝克等人的错 而是需要吃总理的错 下一条评论 哦 孝次这个坏蛋 居然把一家德国公司 10%的股份卖给了中国人 给你个小提醒 看看这家公司的所有权结构 你会大吃一惊的 下一条评论 这是造谣宣传 正确的版本是 中原集团只能获得25%以下的股份 绿党不想批准这个股份 正是因为有依赖专制国家的风险 下一条评论 只能希望这家机器人公司 不会落入错误的人手中 下一条评论 顺便说一句 美国人也没有更好 不幸的是 欧洲太弱了 无力反抗 下一条评论 不知何故 觉得不对劲 独一无二的专业技术 现在资不抵债 但不幸的是 被中国收购是不可避免的 比如汉堡杆 库卡机器人等等 下一条评论 最终 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 才有可能阻止中国人介入 如果中国人通过在瑞士的控股公司 参与操作 则很难识别其幕后黑手 下一条评论 据德国商报资料来源 中方只有1收购公司10%的股份 下一条评论 关于所谓来自中国的买家的一些事实 小心 这些事实可能会让那些兴奋的用户感到不快 私灵机器人公司 是私灵首席执行官 陈兆鹏 分岔出来的公司 除创始人外 日本科技投资商 软银也是公司的主要股东 台湾公司富士康也有股份 据说 一位中国投资者 持有不到10%的股份 就在几天前 私灵成为宝马 分拆出来的公司 IdeaWorks的战略投资者和大股东 下一条评论 哈贝克想摧毁德国经济 下一条评论 不 是那些德国的普京的朋友们 想要摧毁德国经济 下一条评论 没错 中国人也想摧毁德国经济 问题是绿党 社民党的俄罗斯派 正在大力支持这一中俄战略 如果这还不是一个信号 让绿党不再承担政府责任 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顺便提一下 我还看到 在中期 我们的社会和平民主 难民政策 正受到威胁 下一条评论 只要中国人不大规模 介入难民产业 情况就不会太糟 下一条评论 你应该知道 由于独生子女政策 中国正在老龄化 由于缺乏年轻人 中国的经济目标面临危险 但是 就他们的工资水平 谁会去中国 而且总是被监视着 我才不会去呢 下一条评论 红绿等政府 通常只会一致千金 为印度提供 100亿美元的发展援助 为芯片公司 英特尔提供 100亿美元补贴 只是为了让这家公司 落户德国 为中国提供 6.5亿美元的发展援助 但当涉及到一家 拥有独一无二技术的 德国公司时 一切都必须 先经过严格审查 然后发现 支持这家公司 可能违反欧盟法律 仅从德国经济 备受打击的心理角度考虑 这家公司 就必须继续掌握在 德国人手里 下一条评论 时代在变 先是为中国人 打开了德国经济的大门 当中国人参股德国公司时 他们很高兴 而现在呢 有多少德国公司 在中国开设了工厂 而没有对德国的 专业技术有任何顾虑 中国人还收购了奥格斯堡的库卡公司 业务振振日上 德国的专业技术也留在了这里 中国的政治局势发生了变化 我们无法施加影响 下一条评论 哦天呐 德国的技术诀窍 你在中国坐过火车 或住过万达吗 那里的机器人 拿着早报来到你的房间 我们的技术诀窍在哪里 我们有过空间站吗 没错 还有更多 所有这些关于技术诀窍的 叠叠不休 都是纯粹的政治胡说八道 大家可以通过合作赚钱 过去一直都是 而且永远都是如此 而不是通过制裁和分裂 下一条评论 如果一家公司破产了 肯定是有原因的 而原因很可能在于 创始人负责人那里 难得的是 他们现在写了一封救火信 对中国提出警告 毕竟他们自己才是罪魁祸首 是他们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 如果投资者不投资一家公司 那么与其说是德国的责任 不如说是这家公司的责任 记述诀窍 据说又要流向中国 这不是中国私林机器人的错 但德国这家公司的创始人 应该想想他们做错了什么 显然做错了很多 否则弗兰卡 艾米卡不会滋不抵战 下一条评论 我会在软件中植入病毒 让所有东西在受复后不可挽回的自回 下一条评论 太有意思了 太有意思了 当你读到标题和头条时 你会有别的想法 哇 这是怎么回事 哪家重要的创新技术公司要被贱卖掉 然后你再看看文章 读读公司的名字 我几乎要笑得大哑 我自己也接触过 弗兰卡这家公司的产品 我不会把它们描述为高科技产品 它们更像是机器人领域的低端产品 该领域的制造商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竞争非常激烈 仅在中国就有十几家制造商 能做同样的事情 事实上 私领机器人收购它 多少有些出人意料 要么是他们自己的产品更差 要么是弗兰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我不知道内幕 一位用户提到了弗兰卡的供应商 这样的话收购才有意义 好了 各位朋友 今天与各位分享的德美报道 以及读者评论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